好了那重要的事情呢我们已经谱谱完了 那接下来呢赶快进入今天来帮助民众提出问题 首先第一个问题呢是跟这个保险有关的 有一位这个观众呢在我们的24小时的留言电话 留出了他的提问 他说请问雇主责任险能完全代替工商保险吗 两者之间有什么不同 我还记得昨天的节目就问到了这个雇主责任险非常的重要 比方说你有一些言语不当被你下面的员工提告说 你有性骚扰的嫌疑 这个时候呢雇主责任险呢就会来cover这部分 所以呢我们有听众说啊那这两者有什么不一样的呢 OK赶快请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主讲嘉宾 我们的专家来自富达保险的保险规划 是我们的游惠玲小姐已经在我们的线上了吗导播 OK好请我们的游小姐来解答一下 Hello老专家 嘿嘿嘿 谢谢谢谢谢谢主持人 你好你好 我觉得你记忆力非常好啊 因为讲这个你会不会当老板 没有人天生就会当老板 在这个你跨国尤其是新移民 你来美国做生意难免都会出错 在管理员工该加薪没加薪该升职没升职 排员的时候或应征员工的时候 你可能讲了不该讲的话 人家觉得不舒服了 你歧视他是不是因为他的年纪 他的种族他的性别又或者是他的长相 他的学历你对他哪里不舒服 你讨厌他你歧视他的这个部分呢 不会当老板或不会当主管 你都有可能引起人家来告你哦 那一般的华人如果没有买这个雇主责任钱 通常都是以为说我对员工这么好 我的员工这么乖 没有人会告我的 所以他就没有买这个雇主责任钱 但现在呢这个me too的这个关系一大堆 很多的这个华人的这个意识也抬头了 所以告老板的情况也越来越多的哦 所以这个雇主责任钱是在 在你不会当老板 不会当主管的这个情况下 不管骚扰别人 歧视别人该加薪没加薪 请人家走路的时候态度很差 讲了不该讲的这种言语攻击的话 导致于人家回来告你的话 那这个部分呢雇主责任钱都会来做辩护 来做理陪哦 比如说他下班了 你没给人家这个准时下班 或者是你加班费没有算清楚给人家 那这些纠纷该放假也没有给人家放假 该给人家补的都没补回去 这些部分呢雇主责任钱可以来做赔偿做辩护 像你刚刚讲到劳工保险 劳工保险就不一样了 对对对 这工商保险呢是加州法律规定的 这是强制险 必须要买 没有买是刑事罪 那如果员工受伤了 发现你没有买的话 那加州政府一定会先跳出来 帮帮这个员工 另外呢老板会拿到大罚单 还有可能情节严重 老板必须要坐牢的哦 那刚刚讲这个雇主责任钱 是没有强制险非要你买不可 这个就是看老板有没有觉得 需要自己被保护 但是如果是劳工保险 不管是请趴菜的啊 临时工啊 付现金啊 你找你的左邻右舍 三十公二舅妈 人家来你公司上班 带怎么样的好朋友 帮你上班 你都应该要买一个劳工保险 就算是你自己工作 你就是餐厅里的大厨 你这个切肉啊 你自己在里面炒菜啊 其实你都应该把这个劳工保险的 这个工作伤害保险保进去 那万一旦有受伤了 可以赔偿你的医药费之外呢 你的这个上班的军选领不到的部分 这个都会赔偿给你哦 这劳工保险是强制险非买不可的 这个要特别注意 这就是其实两者最大的一个区别 一个是你可以买也可以不买 但是工商保险 劳工保险你是必须要买的 那我刚刚听完我们的这个 有专家的这个解释啊 我觉得我们说的这个雇主责任 可能更多的是言语不当啊 在工作当中上级和下级之间的一些关系 包括你刚刚讲到这个Sexual Harassment 或者是MeToo这样的 他都会帮你进行辩护和那个 那刚刚我们说的这个工商保险呢 更多的可能是人身意外 并且是一定要保的 对不对 没错 主持人非常聪明 讲得很清楚 我都跟你学到了很多了 这实际就真的是受伤了 这是两码子的事情 两码子的事情啊